嘎尼安部落的连外道路过去因为年久失修 路面品质很不好 因此华联施工所向圆明会争取经费补助 上个月开工进行道路改善工程 目前进入完工阶段正在验收当中 三号下午市长威嘉贤特别前往线刊 也希望能够有效来提升道路品质 还有用路人安全 三号下午市长威嘉贤协同建设科长徐国成 还有原型科承办人员前往嘎尼安部落 线刊刚完工的连外道路工程 建造单位及施工厂商也在现场说明试做现况 并且仿造雨天模式 当场试验标线的防滑系数 67 那今天改善的成果除了道路的路面改善之外 还有过去在我们 在所有民众在反映的一个标线的部分 常常因为标线的防滑系数不够 造成民众骑摩托车在下雨天的时候 会打滑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部分也加重了我们 一个防滑的系数的部分 那总共这条道路的长度790公尺 那我们争取的预算在800万以内 那来做相关的执行 那刚刚我们也做了相关的一个 防滑系数的测试 那都是在65ppm以上的一个防滑系数 也符合我们过去在花莲很多民意代表所要求的一个数字上面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在市区的各项工程里面也都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带进去 那这次改善过后 部落族人们跟我们在这里用路人都得到很好的反应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把施工的品质 那纳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施政项目里面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 在骑车的时候能共同来爱护我们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是从建国路二段二项进入一直到中山路一段三项 全长有790公尺 是赶林安部落对外联络的重要道路之一 市长威嘉贤感谢圆明会核定补助经费作为改善道路使用 而市工所另外也已开口契约改善这条道路的路灯照明设施 希望用路人可以保障自身安全 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记得许立琴华联士报道 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